2月初的时候,总统拜登表了个态 他说呢,因为现在国会众议院那些共和党人 一伙的共和党人正在推一个法案叫做公平税法 这个公平税法实际上是死灰复人 1999年就提出来过 什么呢?大概的意思 他是说要取消这个国税局 取消所得税,取消公司税,取消财产税 那么取而代之呢,就是增加一个联邦零售税 这个零售税的税率初步定在30% 那么拜登总统呢,他的表态就是 如果你们再继续推动这个法案 即便是在参议院、众议院、两院都过了关 形成了法案,放到我手上的时候呢 我也会坚决给他否决掉 那拜登总统的这个表态呢 反正是坑枪有力,斩钉截铁的 那么坚决要否定共和党人试图推出的这个30%的联邦零售税 这个联邦零售税啊,不光是在物品上啊 除了食品,其他的所有的物品上,叫做everything 那其中呢,还有啊,要包括服务 那按以前和现在的这个做法呢 你看我们每年都要报税 所谓的报税实际上是报这个所得税 一年呢,挣了多少工钱啊 你报一下税,看你这个预交税啊,预交了多少 低收入的话呢,还可以得到一笔退税 那要是挣钱多的话啊 这个平时交税啊,不够的话还要补一笔税 那按共和党人的意思呢 就是税改之后啊,取消了这个所得税啊 咱也别报税了啊 那个低收入的话也得不到退税了 高收入的时候呢,也不用啊,报那个所得税啊 你多挣钱,你都眯着就可以了 那么呢,这就对于穷人啊,不是太公平吧 那共和党人想出了一个办法 就是说,哎,不要紧啊 这个由联邦政府啊,不是税赶了吗 每个月啊,都发给你一张支票 这个支票的话,大概300多块钱啊 这个等于啊,你每个人 凡是有这个社会安全号码的啊 每个人呢,每个月都多得300多块钱 这不是好事吗 就是完全这个弥补了你那个叫什么 加了30%零售税之后的那个差额 这个对你这个生活不受影响啊 表面上好像是用这么个办法弥补过来了啊 当然这个里边的坑也很大啊 这个水也很深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 另外每个这个税啊,也就是多露牛毛 各种各样的税 那除了这个的话,还有很多的税呢 比如说地产税了,那是有房子的啊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我们平时买东西的时候啊 也要叫这个零售税 现在的零售税啊,是州税 比如说以加州为例啊 加州的州税呢 基本的这个这个税率是7.25% 但是呢,那是州一级的 那落到县一级的,郡一级的 完了市一级的啊,完了小城市一级的 他都啊,各自加自己的税 加来加去呢,杂起杂班的话 这个税啊,再加到大部分地区啊 就是啊,10%了 有的地方还稍微超过10% 另外呢,开公司也要有公司税 你开公司你赚钱了嘛 你要交税 那地产的话呢,也有地产税 那现在呢,就已经啊 零售税10%了 如果再加上一个联邦的税呢 那就是40%了 这个差额就相当的大了 那这个在这个物品上加的这个帽子啊 就是一个挺高的帽子了 那虽然说呢,总统已经表态了啊 要坚决否定这个提案这个法案 但是呢,你想过没有啊 这个呢,一次啊,否定了 那架不住啊,像共和党人的这些人呢 他一遍一遍的再来啊 对吧 如果现在呢,你看啊,是民主党人当总统啊 那民主党人不可能一辈子都当总统啊 你下一次选举的时候就没准是共和党人变成啊 这个美国的总统啊 比如说上次那个特朗普,他就是共和党人啊 而且他还是共和党里边的极右的 下回共和党人当了总统的话 他要鼓励这个叫什么公平税法 这个税改这个法案的话 那可怎么办 所以啊,要紧呢 是啊,这个现在全民得动起来啊 就说服这个共和党人 说服这个,包括说服支持共和党的这些民众啊 把利害关系说清楚 这样来啊,打消他们啊 再重提这种啊 税改法案的啊,这么一个想法 我们说过啊,如果说以后的这个零售税变成啊 这个周税十啊 这个联邦税三十啊 百分之四十的话 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真是不堪,真是不堪想象 我们还举过几个例子啊 比如说呢,举那个买车的例子 如果你说啊,这个联邦税加上周税已经百分之四十了 五万块钱的一部车子就变成七万了 那么假定呢 我这个预付款的金额不变的话 那我贷款的部分 像银行贷款的部分啊 那我的基数就高了很多 那也就是说呢 很多啊,现在中产阶级啊 这个中层收入的 中层收入的这些人啊 以前能够摇摇摇买一辆新车的 变成买不起了 这是第一个 另外的话呢 你说食品不加税 但是呢,现在餐馆里边吃饭呢 它可是都是加税的 现在的这个餐馆的 那个吃一顿饭的价格跟咱们在自己家里啊 自己做一顿饭的那个成本呢 那差价是相当的大的 如果再加上了40%的话 你想想看 这个差价会不会越拉越大 那以前呢 这到外边啊 餐馆吃顿饭呢 是一种生活上的调剂 那以后的话呢 像这个法案要是成真的话啊 那就是到外边吃顿饭的话 那是一种奢侈的行批 那是高档的消费 你高档的消费啊 就变成啊 为大众服务的东西啊 变成为小众服务了 为小众服务的话 这个就等于钓鱼生意了 半年不开张 开张吃半年的那种 那餐馆怎么能经得住这么折腾啊 那以后的餐饮也会不会大受影响 这是上次我们举的两个例子 那最近呢 跟朋友们啊 在继续谈这个话题的时候啊 又有一些新的这个想法啊 我们就感觉啊 对这个事还没有说透啊 还有另外啊 起码几个几个因素啊 没有考虑进去 今天啊 咱们跟大家一起分享 第一个就是这个黑市买卖啊 会不会啊 这个一夜之间变得相当的疯狂 变得相当的这个这个旺盛 说好听的话就旺盛 说不好听的叫做猖狂 因为啊 你要说正常人啊 正常的情况之下 我到商店里面买东西的话 100块钱的东西 我要加40% 变成140了 结账的时候 哎 这个时候要有人啊 出来啊 这是黑市交易 现金交易啊 没有记录的啊 这就是100块钱的东西啊 咱们现金交易不交那个税 好不好 这个有多大的吸引力啊 这个太有吸引力了 如果搁我的话 我也得到黑市上去转转啊 去瞟一眼啊 你要说弄到那种局面的话 那肯定啊 会出一种新的生活形态啊 就是开始啊 咱们都啊 摸着石头过河 等攒到一定经验之后的话 那就是啊 见着红灯 我这绕着走 因为什么你这边那么高的税 我就想办法避开这个税啊 而且避开这个税的话 不是一笔小钱呢 你看刚才说的是 100块钱变成140了 我要省这个40块钱的话 实际上对于穷人来讲啊 对于低收入来讲 那也是一笔钱 如果把这个东西啊 你扩大了 比如说1000块钱的话 那就是400块啊 如果是2000块钱的话 那就是要加税正常情况下 你得多花800块钱 要是黑市交易的话 你就能省这800块钱 800块钱不是小数啊 那是小1000块钱了 那有多大的诱惑力啊 还有一点呢 这会严重影响这个旅游业 为什么你所有的这个物价呀 加了税之后啊 对于最终消费者来讲啊 他都认为你价格高了 你平时啊 一过年啊 一放假 一过节日啊 都出去旅游啊 出去玩一玩 多多风啊 那以后呢 这个你车子价格高了 对吧 买车子价格高了 汽油也价格高了 你住旅馆会不会价格也高呢 当然也会高啊 因为这个这个加了30%的联邦税之后啊 它是包括服务啊 你看像住旅馆啊 住酒店 这又有硬件又有软件啊 还包括服务呢 那以后酒店价格会蹭蹭的往上涨 除了这个的话 还有机票啊 机票也是这个 你坐飞机出去旅行 那不也是一种啊 这个这个享受一种服务吗 服务的话呢 也要收费 收费的话也要加这个税 那也就是说以后别指望飞机票会便宜了 你看啊 出行不光是开车还是坐飞机 还是搭载别的什么这个运载工具吧 通通的啊 这个成本会高出很大一切 那会不会出现那种情况 就是说 哎呀 我要是说有这个假期的话 我也懒得这个出去旅游 不是懒了 是怕了 因为什么 我稍微一动它 这就是大笔的一笔钱啊 这是啊 还是在美国国内消费啊 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 那么国际上呢 啊 因为美国也是一个这个旅游点吧 对吧 有很多这个有名的大城市啊 也有很多这个名声啊 大峡谷啊 纽约市之类的 每年啊 都吸引大批的这个国际游客 那如果整体的这个价格 整个整体的啊 这个零售价格要是提上去之后的话 对于那些国际游客 还有没有吸引力 助理馆又贵 飞机票又贵 你当地买东西 交通啊 通通的都都跪上去的时候 你那些名声的吸引力会不会大打折扣 那同样东西啊 比如说美国有的 欧洲也有的啊 那在欧洲转一圈消费一圈的话呢 那比美国的消费啊 成本要低的话 那美国的这个这个旅游的竞争力就会啊 大大的削弱 你同样东西美国有 欧洲有 亚洲也有 那凭什么要专挑着美国来 会不会舍弃了美国啊 人家找别的地方去旅游去消费去 因为什么呢 那边便宜的要命 这边跪的要死 所以啊 咱们现在就可以判断啊 拜登总统要否决这是肯定的 如果他们的共和党人要继续推的话呢 也可能会弃而不舍 但是真的啊 要是能够把这个法案推得成真的话啊 那就是啊 美国在自毁长城 字幕志愿者 杨回家 他已经更新了 想宗人农的 数字字幕志愿者 杨回家